Ayo聊四季天天如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2的比賽 這場比賽的選手是Andy對上NBL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 選擇是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吃野味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他的馬功也是攻擊速度最快的馬功文明 蒙古人到了城堡時代 青騎兵跟草原騎兵也會有血量加成 所以整體而已蒙古人是打一個馬功 配上青騎兵的路線 還有草原騎兵為主走的 那被命路線的話 雖然他有三級的步兵鎧角 但是他的劍兵勇士並不是特別強力 所以他的大部分情況下 還是會去打這個馬功為主 還有自己的騎兵 為什麼說他的劍兵勇士不太強 是因為沒有軟甲也沒有攻擊 所以少了這兩個科技 劍兵勇士就不太能用 雖然要用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有點虧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朝鮮 朝鮮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挖石頭速度特別快速 他的劍塔部分 是每剩一個時代都會自己升級 晃劍時代升級到城堡時候 會自動升級為防禦劍塔 到地獄時代自動變成大型劍塔 所以朝鮮人打塔工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玩法 當然不是每一次喔 朝鮮都一定要打塔工 只是他打塔工會有一定的優勢喔 但真的要比這個劍塔 比較強力的文明的話 個人是覺得喔 日本喔 還有這個 日本的文明可能會不錯 因為他的劍可以多射一點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日本這個文明 好 那這邊看到Andy 這裡不知道為什麼 要對著狂子無能狂怒喔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點到 忘記了 那MBL直接拿一村去勸架一下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 勸架完之後 Andy表示 哎呀 不好意思喔 忘記這隻村鮮 趕快拉回去工作 好 左邊這隻野豬也過來 好 繼續講朝鮮 朝鮮這個文明 他有這個我們強大的馬戰車 那馬戰車的話也是 比較適合朝鮮出入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非常害怕 這個戰毛兵 還有老頭 那大量的遊俠 或是騎士 做個包叉的話 也是能打贏朝鮮的馬戰車 那整體而已喔 朝鮮像是 西班 還有這個 波西米亞 還有土耳西 火槍兵 還有是飛鏢騎兵 這類的寶兵很相似喔 都是比較偏難產的寶兵單位的 那在城堡時代初期 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尤其是在遊牧的時候情況 那在這張地圖裡面喔 他算是 朝鮮喔 就會選的算是比較微妙的一個文明 因為這一張的地圖 石頭並不是分佈的非常的密集 而且是非常少料 你看這邊安定已經開始在圍 MBL後面的石頭了 他已經想到了 可能MBL會有打塔攻的可能性 那如果一開始要打塔攻的話 勢必就去玩石頭 但石頭非常的遠 所以如果早期就先把 MBL的石頭跟礦區 全部圍起來 那確實MBL打塔攻的攻勢 就會被趨緩 朝鮮如果不打塔攻的話 就只能打工兵喔 雖然工兵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但是他的工兵呢 是沒有其他特殊能力的 所以算是一個正常的強弩文明 然後打馬戰車會更強勢一點喔 那他的步兵來說呢 沒有這個三級攻的關係喔 所以到了後期喔 弱馬跟步兵喔 攻擊都是差了一點 只有這個 戰毛兵阿跟強弩還有馬戰車喔 會比較適合他喔 那當然來說他的級兵喔 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遇到大量的馬 朝鮮還是可以轉成步兵的槍兵喔 拿來做使用 好那這邊看到MBL 果然還是要來打塔攻 這邊塔攻先下了一根 但是石頭沒有開挖 好這張地圖開挖附近是沒有石頭的 所以我才說他這邊選朝鮮 是一個蠻特殊的一個決定 好這邊山村繼續蓋這個箭塔 後面這隻槍兵 抽到了幹箭塔的村民 好後面趕快收村修理一下 好拉出更多槍兵 那這裡毛兵趕快按 好稍微去正面打下正在攻擊的村民 好這邊趕快打一下 但是這邊已經圍好 沒有機會可以扁到裡面的村民 但是後方的工兵已經出來 他按的都是毛兵喔 MBL這邊很省喔 不想要太早挖黃金 直接先補了大量的毛兵 那這有可能是大會補不下了冰工廠 想要直接點下一擊射 來增加一下毛病的傷害 好但這邊修建塔 只要一個人修就可以把這個血量修回來了 那其他的村民直接原地返回開始工作 好但MBL這邊的石頭快要修完囉 即將歸零 好石頭歸零之後 MBL現在急需新的石頭的來源處 好那看到後方反而是安迪在後面開稿了 放了一個新的射箭場 好那這裡沒有石頭的 欸這隻村民 這兩隻村民被這個橡兵卡到 好那這一把看起來 塔弓就差不多了 MBL也沒有打算持續打塔弓的意思 那待會就要來看一下 封建時代MBL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那蒙古這個文明喔 他算是前期肉馬開局很強 這個裝甲 裝甲塔或是裝甲步兵壓制 都很厲害 因為他前期的肉類獲取 復速非常快速 所以可以打一個17P或18P肉馬 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到了後期的蒙古人 城堡時代還是需要開弄的 那城堡時代也是蒙古 最弱的一個時期 因為他的蒙古圖技要到地龍時代 點下了眾多科技 才可以成型 作為主戰力 那在城堡時代的蒙古圖技 其實還是有點偏弱的 沒有到地龍時代那麼強悍的感覺 城堡時代的馬攻數量也要夠多 才可以打出成盾的傷害 所以蒙古人在城堡時代初期 通常都是打一個草魚騎兵為主 這邊看到奧用一些村民 加上毛兵 稍微守住了這邊毛兵的騷擾 村民直接對著肉馬爆打一波 損失一些血量 但是兩邊都還沒有出現 村民的死傷 MBL 發現後面有射箭場 這邊肉馬 這裡馬已經看到了 後面到處都是建築物 毛兵跟槍兵 看到這裡有跟箭塔 絕對已經要放棄了 沒有打算繼續深入 把毛兵拉回去他家附近的農田 開始干擾運作 所以毛兵繼續丟 農田現在已經撒了17片田 那蒙古這邊只是10片 加上2片 12片田 整整多了5片田 所以MBL這邊經濟來說 是比蒙古這邊好上很多的 朝鮮這邊打工兵單位 還有步兵的時候 木頭也會減掉50% 所以他的工兵單位是非常省的 但我記得好像毛兵沒有減免是不是 這個部分有點忘記了 如果知道的觀眾 歡迎在下方補充 我記得只有工兵 這毛兵好像沒有 但我怎麼記得是有 因為之前觀眾跟我說沒有減免 只有工兵 那我記得他打馬工也蠻省的 因為這條能力 他是今年的一些改版時候 新增能力 以前是沒有的 所以這條能力詳細的數字 其實我不太知道哪個到底還是正確的 但我個人目前覺得 應該都是有減免才對 不然朝鮮這個文明是有點過弱了 朝鮮投實測到後期也是非常強大 等一下金冠技術的 投實測的攻擊距離 可以多加1 而且他是有重頭的文明 所以朝鮮後期打火炮重頭 也是針對對方的一個戰毛兵 或是大量步兵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但是蒙古是馬國 所以朝鮮這邊要打馬國 比較容易的方法 不就是要打戰毛兵 或者是打工兵 或是馬戰手 還有槍兵更為適合一點 好 這邊你看到以上地龍時代 蒙古直接挖一棟城堡 這邊直接上一人蓋堡 把這個堡蓋起來 這樣就可以控制到朝鮮這邊的農田 上方的戰毛兵也在互打 結果城堡時代初期 蒙古直接打出了草原騎兵的壓制 草原騎兵現在一開手就是98滴血 這個蒙古專屬的特殊能力 喔 這一村被拿下 尷尬 草原騎兵在後面瘋狂騷擾 但朝鮮也是打出了槍兵防守路線 看起來是沒有太大問題 這一條能力就確實能吃得到 槍兵的造架木頭更神一點 好 這邊朝鮮轉出來是馬弓騎兵 馬弓的部分呢 他可以趕快去點出自己的拇指環或彈道血 還要趕快點下耕種技術 這個跑速 才可以增加他這個 這個叫什麼 馬弓的成型速度 那比較遺憾的是 朝鮮的馬弓是沒有辦法升級品種 所以就算打馬弓的話 後期是有點小虧 血量太少了 很容易就被解掉了 好 這根城堂中心可能會不薄 好 但是兩個洞層的中心 洞層在後方開農起來 石頭的部分也是確保住了 好 這邊朝鮮騎兵 解掉了上方的毛兵 下方的馬弓加上戰毛兵 擊殺到了兩隻村民 第三隻也拿了下來 這邊農田稍微被空到了一下 兩邊現在村民處四四村打四四村 兩邊的村民處差距不大 而且這裡轉出了非常多的長槍兵 一直在巡弱 所以草原騎兵 暫時沒有辦法有足夠的影響力 可以痛擊朝鮮這邊的村民 後方三隻草原 想要來擋一下這邊的戰毛壓制 要目前打贏這一桌 至少大概四到五隻的草原 先優先擊殺後方的重裝長槍兵 打完之後就可以原地開火了 這邊打完之後 但後方又補了兩隻槍兵 那你要打嗎 你要打的話 勢必要被捅爆喔 好 再捅一下 唉唷 結果這邊 瞬間擊殺掉兩隻槍兵 這樣的話應該可以直接戰 欸 打贏了 今天朝鮮騎兵還是蠻害怕的箭矢 還是稍微可以反擊回去喔 這邊戰毛兵的傷害 好 後方的一個騷擾 看起來MBL是完全扛下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中間 蒙古突擊也在是慢慢偷偷生產出來 開始在投射中間的村民了 看這邊有戰毛跟槍兵喔 蒙古突擊馬上就倒地了 而且二級射 剛剛還沒有補 現在已經補了 好 這裡又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直接控住了MBL這邊大片的土地喔 農田直接往後灑 那為什麼要低農田喔 稍微補充一下 農田不低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對方搶田喔 當然是等這個產生存心爆掉之後 那如果你低農田的話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村民才不會一直去這個 沒人種的農地喔 去種田喔 這也是保護村民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是缺點就是喔 你的這個木頭已經投資下去了 也就拿不回來 所以為什麼用鴨寶打城鎮中心這件事情 是很傷對方經濟的 就是這個原因喔 好 這邊看到防護劍塔 直接插了起來 但是好像卡不太住 芒果突擊開始在拉打了 好 芒果突擊現在是有品種的一個血量加成 而且二級射已經補下了 好 後方的城堡 逐漸拆除 第二個城鎮中心 哇 MBL這邊已經損失了一個 第二個 真的是不保 而且這是黃金區域喔 看他有沒有在下面補一個 結果他補的是上面石頭 結果某個途徑又抓到MBL的村民 哇 村民差距可能要被打出來 但是下方也又補了一個新的 在這個黃金的礦區喔 好 這樣子 安迪就要兵分兩路喔 才可以有效去阻止MBL的發展 那MBL這邊喔 可以補下更多的防護劍塔 去守下自己的領地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這個防護劍塔免費升級 還OK 好 那 看起來MBL這邊被壓制的有點慘 那以朝鮮跟蒙古對打的一個經驗情況下來說 蒙古是佔據優勢的喔 因為蒙古後期的蒙古突擊非常強勢 而且後期有非常多的草原騎兵跟大肉馬的血量加成喔 很難讓這個朝鮮能扛得下來 通常蒙古要打贏朝鮮喔 一定要打這個馬戰車喔 不然就是要打大量槍兵跟戰毛兵喔 還有強奴 投石車 火炮之類的 當然投石車跟火炮的部分喔 又很容易被蒙古突擊給解掉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這一把 如果要出投石車或是火炮之類的 就要斟酌一下自己的黃金量 不過不是那麼有錢的情況下 還是要打這個馬戰車喔 或者是打自己的戰毛兵 或者是強奴 還有槍兵各位適合一點喔 因為黃金需求量並不是那麼高 也可以有效反擊蒙古的配兵組合 好 那上方的這根城堡 看起來要蓋起來很困難 這邊一直在偷蓋 那蒙古突擊已經壓制住這個地方 現在要趕快按更多的戰毛兵過來防守 但家裡這根射箭場可能要被拔除了 結果蒙古也轉出一台投石車 後方的戰毛加槍兵也是在騷擾喔 但是效果並不是很好 村民差距還是落後兩村 蒙古這邊是單TC 開農壓制喔 所以村民上來說並不會非常多 那ABL這邊是3TC 開農 卻一直在斷肉的情況下 所以是很難把自己的村民繼續補上去 而且現在還卡人口 有點慘 好 城堡蓋好 這樣就不會卡人口 這個礦穴可以守下了 那這邊就要來看MBL要打什麼兵種 會更適合一點 那通常蒙古遇到對方打這個馬戰車的時候 通常是兩個選擇 一個是出老頭配上魔物圖技 還有這個大陸馬進行壓制喔 不然就是要出這個中頭 這個寶石節中頭 移動速度超快的中頭去追他 那當然如果有這個資源的話 也可以選擇重頭去進行壓制喔 其實重頭打馬戰車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單位 但是重頭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蒙古這個文明喔 算是打工程器來說 是一個很好選擇的文明 畢竟有這個金冠喔 以金冠技術讓投石車的移動速度加快喔 會更好打一點 那更簡單的方式喔 就是用這個大陸馬或草原騎兵 配上蒙古圖技 做一個正面組合 搭配壓制喔 也是比較常見打朝鮮的馬戰車的方法 好這邊馬戰車已經出來了 那大陸馬加上草原騎兵的一個組合 是一位血量痘痘 而且大陸馬跟草原騎兵的攻擊力其實不太差 馬戰車的防物流基本上是偏低的喔 最後0加2 最後是變0加3而已 所以為什麼大量騎兵單位喔 有小也可以直接包掉 就是這個原因喔 前期是要包著做 包不住一直被拉打的話還是有點虧的 好 那通常朝鮮打馬戰車之後 會接續的打法就是 配這個槍兵 然後繼續搭配打卡弓喔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打法 好 那蒙古現在暫時會被馬戰車客製住喔 因為馬戰車的基本遠防非常高 是3加2的防禦力 所以蒙古徒弟打一下只有3滴血 那這邊瘋狂擊火頭打很多下才可以打好 好 那朝鮮這邊可以搭配一些老頭 在外面偷補血 或者是偷偷招牆對方的蒙古徒弟 作為一個陣地壓制戰的馬戰車非常好 那馬戰車的打建築物喔 其實也是拆得很快的 所以可以直接手撕亮望塔 也可以作為考慮的 好 這邊看到劍塔攻擊馬戰車 血量掉很慢 每射一下只有2滴血 這就是馬戰車一個很惹性的地方 他的攻擊力又很高 好 打這邊村民打得非常快 這邊戰車壓制 讓蒙古村民下降到只剩下64吋左右 好 村民差距開始慢慢打得出來 但還沒有到非常明顯 64對68 好 馬戰車數量開始變少囉 蒙古徒弟的數量來到19隻 所以我們的頻道一直在講喔 這個馬攻單位喔 基本上20隻就可以成型喔 就是這個原因喔 20隻之後這個傷害喔 是比較能夠 趕快迅速秒殺對方的單位的一個數量 不管是騎兵阿 或是對方的寶兵喔 20隻的話傷害就已經很可觀了 好 這邊就算低打高傷害也很不錯 又帶車掉海馬戰車 好 蒙古徒弟就是這麼的厲害 但這邊草恩騎兵又再慢慢出了幾隻 到前線想要來扛下傷害 後方的部分並沒有再繼續壓制了 而是反而換成MBL出馬單車 去壓制蒙古這附近的單位 但目前看起來後面還是主戰場 這次他買單車應該是要送掉了 但送掉之前也要反擊一下回去 蒙古主技 血量 喔有點慘 這邊抖動 安迪這邊打得很不錯喔 死掉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但後方繼續射掉了 剩下來馬戰車 這裡戰車數量來到了6台 但以戰車數量來說 還是MBL最近弱勢了 蒙古這邊已經累積到快到30隻 而且轉出了老頭 喔這樣的局勢 對於朝鮮來說非常不利 哇太痛了 30隻 蒙古突擊 好痛好痛 看兩邊可能要來點帝王囉 朝鮮這邊經濟再差一點 買賣一下 OK買賣一下 上帝王 OK 這邊81村就上帝王 其實是一個偏早的批數 好 這個人口只有81村就上帝王 但這個人口數會這麼少 也是因為一直在打架 這邊TCDelay來到了27分鐘喔 安迪這邊 雖然TCDelay比較少 而且是3TC看喔 村民數卻反超了MBL 好 MBL這邊分數以及 村民數已經開始下降了 直到了80村 那現在蒙古是88 對上80 村民8 差距約8村左右 好 蒙古這邊點下了帝王 下方的蒙古突擊 直接再大刺屠殺 哇 又射到了一些村民 但這邊馬戰車也不甘失落 反打了一些回去農地的村民 還有挖金礦的 好 這邊再稍微拉扯一下 下方的蒙古突擊 不敢上前 數量不夠多 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這邊再等阻力過來營救 好 升到地龍時代大型劍塔自動升級好了 把甲耳的傷害 三級色化學補了 正面衝突要來了嗎 好 這裡拉一台衝車過來 想要希望用馬戰車 去吸引對方的傷害 但是MBL直接手點蒙古突擊 好 但現在馬戰車的數量 要集火一隻 蒙古突擊好像有點困難 因為他會移動 會有打歪的可能 這邊衝車還是吸引到了馬戰車的傷害 但現在打這個也沒意 往左邊打 打村民更有用 好 正面產出了巨型頭襲 開始進攻 後面補下了第二根防禦 這個大型劍塔 好 這邊直接吃劍塔傷害 也要硬拆掉巨頭 巨頭直接被秒掉 這就是蒙古突擊最厲害的地方 解巨頭非常快速 後方馬戰車持續給壓力 但這邊收村也是相當迅速 兩台馬戰車繼續空在這個地區 但是發生這裡什麼村民都沒有 好 那目前安迪的村民處 來到85對90村 兩面村民處非常接近 這邊馬戰車第一時間 集火掉了一隻老頭 還有第二隻老頭 集火掉在走嗎 沒有 絕對 這邊已經先行拉走了 沒有打算就去正面搏動 這後面來了 後面又打下老頭了 OK 老頭點掉 但是正面的馬戰車 並沒有一起做一個包抄動作 變成兵分兩路 有點可惜 這一波馬戰車血量掉得非常快 蒙古突擊已經6加3 化學再一下就好了 攻擊變6加4之後 蒙古突擊傷害更猛 OK 化學補上之後 高達第一發一隻馬戰車 應該是沒問題了 那馬戰車的攻擊速度 真的比蒙古突擊還要再更慢一點 而且只要稍微走A一下的話 馬戰車也會打到對方 所以目前以操作性來說 蒙古是有相當巨大的優勢的 好 馬戰車被逼退回去 這樣只剩下13台 後方少量馬戰車又在騷擾 安迪後方經濟一直沒有到很好 只要蒙古突擊一直在控 沒有去控後方經濟 其實MBL還是能賺到一點甜頭的 這邊就是MBL考驗他的多線的一個情況 他只要這邊多線打得好 這邊打不贏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這邊一定要先守住 這邊的巨型投死機 所以蒙古突擊不能往回救 那後面這些馬戰車 安迪可以使用自己的老頭 或者是打草雲騎兵 用一定的數量去包圍掉也是OK的 所以後面這個問題不解決 其實很傷 但他現在大軍一定要守在正面 避免自己的巨頭被拆掉 但MBL這邊只要多挖點石頭 繼續把這個城堡修理起來 但這邊出現了衝車 衝車吸引對方的馬戰車傷害 還有城堡 大型電塔傷害是非常好用的 好 孟古這邊再次往前 孟古突擊後面直接守點馬戰車 馬戰車血量掉得很快 好 這邊大型電塔直接住進村民 防守回去 我怕要不要點一下衝車 直接拉村民來打衝車 過車血量掉得很快 但後方馬戰車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安迪這邊的村民速度降到只剩下942村 朝鮮目前是差距20村了 哇靠 90村對110 MBL這邊村民速度居然反超了回去 正面衝車的問題也被化解掉了 蒙古這邊補下草肉治療 補下殘血的蒙古突擊 正面追擊 後面火炮解掉巨頭 Nice 這波解的很OK 好 這邊馬戰車又抓到移動村民 這邊村民又再次被打回去 好 左邊兩邊都想要互蓋城堡 但這邊城堡已經被 MBL看到了 馬上補了一根劍塔 但看到是城堡 馬上換了城堡開補 好 這邊要趕快用馬戰車去打村民喔 好 但還是回去打來一下對方的蒙古途徑 那馬戰車現在還沒有資源可以點下精銳喔 這邊先點下三光跟化學喔 確實是比精銳更重要的 好 後面有老頭開始來著想 好險終於補下了拇指環 老頭到城堡的射程了 唉唷 老弟 OK MBL這時候有馬戰車大量 往中間衝了過去喔 這個中間衝過去打農田 只能打到上面的部分 可能是想要繼續往上這邊走 進行這邊的農田騷擾還有牧區喔 那MBL這邊是看不到他的村民在哪裡喔 只能一個一個資源點 我去巡邏一下 能抓到一村是一村喔 現在是MBL這個遊擊策略 那這邊馬公一直沒有辦法 很好處理這邊馬戰車的感覺 感覺Andy是不想要跟馬戰車打正面喔 但其實他這個數量打正面 也不會輸給馬戰車的喔 講實在的 所以就不太確定Andy這坨馬公 到底是在找什麼 感覺他是想要找 挖這邊資源的村民喔 但事實上 欸唷 這裡一隻村民都沒有 這樣子放這些馬戰車 不管讓自己經濟被受到干擾 然後自己又抓不到這方的村民 Andy這邊會很虧喔 好 這邊兵分兩個路 開始去追 好 這一棟抓到了一坨石礦弓 這邊追找到之後MBL的村民又下降了一些 蒙古土地抓落單的村民喔 還是相當厲害的 好 這邊看到非常多村民 在這邊伐木 哇 這一波MBL可能會被反打回去喔 村民損傷非常多 在後方馬戰車也是不甘示弱 開始反擊了蒙古的伐木工 兩邊都是伐木工 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伐木工表示 受傷的總是都是我 太慘了 好 這時候蒙古終於可以點一下了 精銳的升級 要被精銳出來之後 傷害就會來到最頂點了 8加4的傷害喔 12攻 這是蒙古土地最精華的時期 OK 那蒙古這邊還有科技沒有點下 就是他的安血人戰術跟母子環好像沒有補 母子環不確定有沒有補 那安血人戰術是確定沒有補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防護球是0加4喔 打馬戰車這個單位沒補 安血人戰術感覺是疏忽了 或者是他想要把資源投資在精銳上 都是有可能的 好 這邊其實蒙古土地射馬工很痛的喔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剛剛一直不去解掉 這些 分推的馬戰車 所以剛剛這一點就蠻奇怪的 給他這個數量要 瞭解馬戰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強阿 精銳蒙圖 這邊直接用自己的村民 開始轉擊了 衝車回去 MBL這根 形蓋城堡應該是能守得下來 後面火炮繼續輸出當中 通過土地 除去再解掉後方馬戰車的騷擾 安迪中意識到 後方馬戰車不解掉 他是可能繼續進攻下去的 好 那時候MBL也轉出了戰毛兵 那戰毛打蒙古突擊也是很OK 但蒙古只有蒙古突擊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太好去反應他這些單位的 所以蒙古一定要再按出更多的村民 灑下更多農田 轉出大漏馬 當一個坦克來用會更好 黃劍的部分可以全部留給工程器 跟蒙古突擊就好了 不一定要出草雲騎兵的 好 這邊稍微走位一下 這邊有細節 但是正面部分 馬戰車依舊是打不贏蒙古突擊 數量上的一些劣勢 攻速上也是劣勢的 好 而且這邊打蒙古突擊真的是相當困難 好 這裡終於點下了 金瑞馬戰車 血量直接加50滴血 血量來到200滴 攻擊力變9加4 一樣13攻擊傷害 遠防變成8點 4加4 彈度來說就還不錯 這樣蒙古突擊打一下就只有4滴血 而且彈度再多加50滴 其實多50滴血就多很多了 雖然飛翅還是蠻痛的 好 這邊有一隻前面吸引馬戰車的傷害 稍微走位一下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會讓他消耗非常大量的手術 在控制蒙古突擊的身上 這裡的經濟可能還要再顧一下會比較好 我覺得MBL在邊邊角角偷襪的情況 到處偷襪 OK 正面轉出了非常大量的馬戰車 加上巨頭還才正面城堡 那MBL這邊的勝利方程式 就是只要把蒙古的城堡全部拆掉 他就不能產蒙古了 那基本上就差勝利了 所以MBL一定要守下 他的巨型投射機跟火炮 火炮也可以幫我來打下蒙古 唉唷 有躲掉喔 這台火炮在後面投射 但安迪這邊反應失誤很好 全部躲掉了火炮的傷害 但是後方城堡卻沒能夠守住喔 這一點是對蒙古的一大傷害 那蒙古圖機現在只能由前方這根城堡來產出了 這裡一定要守下了 不然就是要挖出更多城堡 看蒙古後方的領地喔 已經沒有多餘的石頭可以讓他挖 都是黃金的部分了 石頭部分都被MBL挖得硬乾二淨 這裡是石頭 不然就是要到MBL家裡去挖石頭了 但這個部分又有點困難 好 這時候蒙古終於轉出了肉馬的升級 馬卡也開始補下 好 這裡蒙圖又要再秀一下 但數量已經降至不到40隻囉 但這邊蒙古圖機可以高打第三很不錯 而且用前方一隻蒙古圖機再吸收對方馬彈車的傷害 這邊馬彈車自由開火喔 還是被吸引到的一些傷害 好 剩次了四隻馬彈車 四隻蒙古圖機 馬彈車數量還有17隻 這時候MBL重力意識到經濟很差的原因喔 沒有點下輪軸技術 好 這邊巨頭到處開拆 優先拆掉的是後方的城鎮中心 再一發應該是來不及休閒 這個打城鎮中心傷害很高 欸 居然沒有倒 好 正面部份蒙古圖機對上馬彈車 兩邊再繼續傷害 但是安迪有點斜打斜退的感覺 不敢想要正面的應戰 好 後方補下了更多的大型劍塔 開始在劍塔塔推了 這也是朝鮮後期喔 一個不錯的戰術 那後期的朝鮮喔 也可以點下議程技術喔 讓這個大型劍塔射程再多加一點 可以讓他變成8加5 三射程的大型劍塔 好 當然現在銀冠要點還是需要點資源 暫時應該不會點喔 就去爆馬彈車喔 往前推進喔 更是重要 而這台馬彈車 居然直擊後方伐木工 上方伐木工受到了傷害 這位蒙古圖機現在被兩面夾擊 上下多馬彈車 多一點衣服過來 但這裏蒙古圖機一定要爆彈喔 才可能能打得贏馬彈車喔 好 這裏馬彈車雖然還是非常多 19台 直接把伐木工被逼退了下來 好 那蒙古這邊能存活的領地越來越少 這裏又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好 安迪有點變成怨中之憋啦 你已經被逼到了死角啦 安迪 安迪的蒙圖能夠化解為宜嗎 這個人看起來是有點偏困難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這邊大片農田喔 已經不見了 現在要轉出肉馬喔 進行反擊喔 也是很困難的 好 即使按肉馬 這個肉馬數量也夠多 也只有一波的量 不然就是要花黃金去買肉了 兩種辦法去產出更多的肉馬 進行反擊喔 好 這裡蒙古圖機數量越來越少 只剩下31隻 馬彈車的數量這裡也是逐漸變少 剩下17台的數量 好 這裡馬彈車繼續攻擊後方的蒙古圖機 好 但兩邊都是有點且打且吹喔 開始有肉馬出來之後 馬彈車就沒辦法過得那麼舒服了 因為肉馬是近戰單位的喔 剛剛開頭講到 馬彈車的近戰防護率是非常薄弱的 0加3喔 有跟沒有一樣的防禦力喔 但他血量有200滴血 所以暫時還可以扛出一些傷害的 但後方還有更多的馬彈車 繼續持續騷擾後方 只要這裡馬彈車一直有少量的進去 打這個城鎮中心裡的 好 附近的村民喔 Andy在這邊就很難繼續農起來 好 這個銷刀員被拆掉 三個生物在中間 MBL大會有機會可以去控一下 好 這時候Andy突然打出了GG 哇 終於承受不了 MBL馬彈車對上蒙圖的壓制喔 馬彈車到後期喔 其實真的是需要非常龐大的經濟喔 才可以玩得起來的單位喔 他後期雖然有這個木材消耗減免喔 但是後期還是蠻昂貴的喔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MBL拿下來木材勝利 贏了2000喔 當然食物的部分輸了6000 但沒有關係 MBL這邊吃肉單位只有戰毛病而已 而且他的戰毛病也沒有持續出喔 大部分的肉量還是給了村民喔 還有這個科技的升級喔 那黃金部分的兩邊都是挖的差不多喔 將近2萬的黃金 石頭部分則是贏了大概100左右而已 那經濟上來說呢 其實是蒙古比較好 那MBL呢 這邊是利用自己的多線騷擾 成功使用馬彈車喔 讓Andy這邊防不勝防 一直瘋狂回救 然後結果正面被大行進塔 重重插入喔 然後導致自己的經濟喔 越來越差喔 那KD方面的兩邊大概都是快要1.0左右的KD值喔 所以兩邊的操作來說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喔 主要是MBL這邊策略夠好 確實這邊繼續一路升推進去 好 搭行機塔升推 控住農田 然後一直分推 只要他的蒙古突擊往前 後面馬彈車就會開始升入後方的村民領地 直接走進城鎮中心也沒問題 反正馬彈車遠防就是高 被城鎮中心射也只有一滴血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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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